大家好,我是Jay,欢迎来到今天的美股复盘 今天这一期呢是为了反馈这个粉丝的 欢迎大家在这个留言区是写一下自己啊 想就是听到分析的股票 或是在每周呢去做一期就是专门去点评个股的 好,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我们先把那个特斯拉英伟达点评一下 特斯拉来说的话现在夜盘还是在进行中 我们看到标普500指数呢是上探到4382 今天国内港股这一边呢走的不是这么的理想 恒生指数失去了18000重要的支撑 再次就是走入这一个熊市 大A来说的话也是还是在3000之上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创业深圳和上涨呢全部都是下探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美股在这一边起指开盘之后呢 是继续持高的在4382附近 所以就是看4398和那个4400能不能在开盘前收复 最好如果是能继续充高的话 就是把4412左右给收复 明天早盘我是会直播 魅力主主席鲍威尔的演讲的 所以到时候约定大家一起看这个直播 好,英伟达的这一个夜盘呢 现在也是还是收利的 价格在472左右 我们先主要去讨论一下这个特斯拉的价位 这一期呢就主要是为了做这个技术分析的 在我的复盘视频里面呢 我有点出就是228和29左右的这个区域 现在来说的话守的是相当的稳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 以前的压力变成这一边的这一个支撑 所以暂时来说的话这一个点位呢是被守住的 股价还是在230之下之上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边缺口来说的话 上方是231 所以暂时形成一个短暂的一个压力点位 就是看能不能进一步的冲上去呢 然后这里的上方是在235左右 所以我们就看是不是能做这个突破 如果235和241都突破之后的话 244有一个小的点位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往上补这个缺口了 我们可以看到244是上方这一边的一个缺口 然后另外一个缺口呢在242左右 这两个都还没补齐 所以看一下特斯拉能不能往上冲一下 如果都冲破的话 可能就是往250的这一个 以前的支撑变成压力的这个区域开始走动 现在就是还是在早期稳的这个位置 如果进一步的下探的话 这一个223和这个24的区域呢 可能会形为一个支撑 所以到时候我们看这个区域会不会come into play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英伟达 英伟达在这里虽然是冲高回落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底部是不断的在往上走 higher low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高位来说的话 higher high也是有形成的 所以就是看只要他不是继续的把之前的这些低位都给跌破的话 就有还有可能就是进一步的去上攻 但是来说这一个471472左右的点位呢 是守住的 为什么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点位呢 因为这里是缺口 武器缺口的一个下方 然后如果是往上的话 之前这一边485呢 是有个重要的一个点位 看一下如果再次往上呢 是不是会受到压力 第二个点位在488左右 然后继续往上的话就是500这个整数了 我们可以看到480这里呢 是前面的一个高峰 所以这里上去的话 这里也可能会有点压力 暂时来说这里是比较低迷一点 也走到指标的下沿去了 所以就看能不能进一步的往上收复 也就是我488的这个区域 继续的去走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大家有所想评论的这个股票 第一个我们先来看U Unity Unity其实盘前呢也是有往上走 因为是有人工智能概念的 但是我知道今天最后走的不是非常的理想 所以Unity呢在那个今天来说的话 还是跌了2.25% 盘前的时候我见到它是涨2%到3左右的 本来看的还是挺不错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Unity主要的问题 交易量812万 平均交易量1419万 所以非常的低 现在的这个关注力呢还是没有上来的 但是如果说那个Unity的这个点位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均线所在 Unity为什么这里有在关注呢 因为到达了它的红色的200日均线 RSI呢也从30这一边呢是开始 虽然是低迷在31.64 但是还是撑住了 最主要的是200日均线的防守 而且MACD在这里日线级别呢 看似是要金叉了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Unity在未来几天 会不会给出一个上攻的这个形态 如果MACD是能金叉的话 往48.91以前的这个重支撑 这里变成一个压力打压下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位 往这一边去走 好Unity这一边主要的基本面问题 还是太多高管在卖出这个股票 在那个近一两年来说的话 我们是在那个insider transaction 内部交易里面是看到这一方面的这个消息的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SHOP Shopify Shopify来说的话 我们看到也是意思建立这个底部 而且这个比Unity走的还在前面 这里看似想要去金叉 MACD histogram呢 基本上已经收到零轴这里了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能不能进一步的往上攻 如果往上走的话 50均线在62.07 最大的一个点我觉得在这一边 60左右 60.6左右 这里是以前的一个大的一个支撑 因为均线在上价格在下 所以均线会下来 所以到时候在这个6060亿的区域呢 可能就会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激烈的多空博弈 到时候看一下MACD 能不能进一步的往上走 最近电商来说的话 走的还是一般般 因为亚马逊作为主要的这一个最大的一个电商 其实他走的更加多的业务呢 是他的Amazon Web Service AWS人工智能概念呢 也有他的Bandrock AI 所以亚马逊呢 我们一会儿也是会去看一下的 现在我们接下来看一下Coinbase 比特币的这一个基金ETF 到现在还没有被批准 SEC这边有点落下 我看到Coinbase一路洗盘 从112左右的这一个高点呢 是一条直的去45度 斜线往下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MACD走算有点背离 但是还是非常的疲弱 疑似其稳 在73.6找到了一些支撑 RSI呢也往上走了一下 这会儿呢 其实比特币走的还不是这么的理想 但是我们看到大盘是开始涨上来了 标普500指数的旗帜 进一步的上购 来到4383左右 说回来Coinbase这一边呢 50均线非常的近 在82.15左右 比特币只要上钩以下呢 基本上就是Coinbase有可能会往上冲 盘来说的话 这个也比MARA是那个大一点 还有RLT 但是最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走势 就是一个字 非常的低迷啊 两个字 之后就是看那个50均线 82.15能不能拿下 毕竟均线在上的话是有点是这个做空的 只是现在起稳了 所以就是看是不是震荡 蓄力之后呢就是上空这一个82的区域 如果突破跌破了这个72 73左右的这个区域的话 有可能进一步的探底 65左右 然后如果继续下去的话 可能就是200日均线的62了 所以大家要小心这个下行的风险 但是这个比特币的消息 特别是比特币明年减半 我觉得在那个中长线的话 Coinbase和MARA还有RLT 可能都是还是挺不错的就是看点 好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LUCID 作为电车啊 这个来说的话 那个LCID对吧 被这个价格战争也是有所影响的 毕竟降价了之后呢 没有降价之前的也是 基本上是Payber在那个卖车的 也就是为了占有这个地车的 电车的这个一席 因为PIF沙迪阿拉伯的基金呢 是一直基本上在里面 有非常大的一个投资 所以呢就是暂时这个LUCID 那还是我们是能看到 这个公司存在的啊 现在离这个底部前低 非常的接近了5.4 现在已经跌到5.86了 所以有可能做一个双底 双底 来到这里来说的话 感觉可能有点没有跌到位吧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 前面的都是LOWER LOW 每个底部是继续砸低的 然后在这一边来说的话 还有一个下行的趋势线 所以不是非常的乐观 有可能就是看这里5.4 5.5 会不会被砸破 然后进一步的往下探 周线我们去看的话 5.6 5.5就是一个低点了 在周线级别 所以这一边来说的话 就是基本上在找底部 值得一提的就是周线 也是在走这种LOWER LOW的 这种的趋势 所以这一边呢 是要小心一点的 虽然是有一点点背离 但是LUCID的基本面 还有技术面呢 都是非常的弱 不是这么的理想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BA也就是BOING BOING这里边呢 是进一步的往下 而且今天是日线级别 失去了50均线 可以看到蓝色这根线呢 是变成了一个压力 所以来到这里的话 最近的一个支撑呢 是208.75左右 红色的200日金线 在之下 会继续的往上走 所以到时候 我们看一下 206 208这个区域呢 会不会形成一个支撑 当然在现在的 这个区域来说的话 其实已经接近一个支撑了 因为这里是缺口的下方 就在216 所以这里可能有一点点 补气的缺口 看它会不会反弹 有可能去211这一个区域吧 但是缺口就在215左右 所以这里看它会不会做一个跳 整体来说非常的弱 日线级别 因为37.84的这个二赛 非常的低迷 而且导致这几天 是三大指数里面最弱的 科技股的反弹比较强 但是最后呢 不敌这一个苹果 因为苹果最后还是 把那个大盘 再加上这个英卫达的 冲高回落呢 也是影响了大盘 往下走的这一个情绪 好 说完波音之后 我们去看一下AMD 接下来几只 这一个大家寻求的这个股票 都是跟人工智能有关的 也欢迎现在在观看的朋友 在这个评论区 显一下自己想知道 这个技术分析 或者基本分析的这个股票 现在AMD来说的话 这一边是100整数 非常强硬的一个支撑点位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也是之前的这个压力 压力 这里呢就变成是支撑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MACD看起来也都还可以 但是RSI呢 已经日线又砸到是39了 而且这里非常的低迷 所以如果进去的话 不一定就是给这么强的一个反弹 但是我觉得这个震荡呢 是有可能性 而且英伟达起来的话 AMD会被带动 所以我们看一下明天 英伟达的这个走动吧 近期的压力呢 在50均线112左右 如果这里往上反弹的话 110这一边看一下有没有 往下的支撑呢 101.8 非常接近100 所以我们看100的这一个整数 这里的支撑还是比较强的 如果进一步下探的话 有可能往9394这一个区域去走 最后的就是92的200日均线 可能到时候也就到了32赛 好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PLTR 本来以为PLTR会跟着英伟达这一波上来 但是今天英伟达就是冲高回落 我们看到PLTR也是一样的 来到这里呢 PLTR还是挺不错的 因为接近它的这一个支撑 支撑呢 就是在这一个13.6左右 如果这个点位破了 那个PLTR的这个点位就有点是破位 如果进一步往下的话 回踩可能是比较大 11.78左右 第一个支撑的这个位置 然后如果进一步破位的话 就是最大的200日均线支撑 在10.5左右 这一根线会上来 因为现在股价在上面 RSI也是跌破了50 当RSI在30和50日线级别的时候呢 股票都是相当的弱 所以大家小心一点 只是PLTR非常接近它的支撑 但是要带好止损 不然的话 太跌破的话 可能可以跌破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 PLTR基本面 我们在等它的标普500指数 加入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需要呢 它是连续四个季度呢 都是有profitability 盈利化 所以这也是一个过程 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看亚马逊 这个我刚刚在提过的这一个链上 本来微软和亚马逊呢 都是被那个英伟达带动一下 盘后有动作 结果呢也是跌了下来 但是跌的也恰恰超 正好在这条蓝色的50均线上面 日线级别 这里我们看到已经多次的是接住它了 所以我觉得还可以 现在就是支撑 如果这里破掉50均线的话 那亚马逊的上行趋势就有点危险 小跌破是可以的 像这个区域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都是下影线 所以明天如果下影线下去的话 日内收回去 那亚马逊的问题不大 但如果进一步下去的话 可能就不缺口了 129左右 然后缺口的下方止损的点呢 在126.6左右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看 Salesforce CRM 其实CRM呢是在道指里面的 而且是主要的一个科技股的这一个成员 在这个DAO3030个公司里面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CRM来说的话 近期 其实我觉得这里有可能走这样子的一个走势 如果是上攻的话 肩膀头部肩膀反过来的 所以现在来说的话 就是测试205的这个支撑 破位的话就是200这一个整数 200整数破位的话 这个就是比较大的 因为这里对应的呢 是前面这个区域的压力区域 这里是很大的一个支撑 所以就看一下那个Salesforce 能不能从现在这个区域 上攻215的这一个50均线 破掉的话就可以看到更加多的一个幅度 以后可以进一步的更进和更新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公司 也就是HMY 这是一家黄金公司 Harmony Gold Miners 我们看到这里呢 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上攻的这个形态 走势看起来是比较强的 过了50RSI 直接从Oversault过了这个中线 但是我们也正好看到他被蓝色的50均线呢 是现在在打压的 这一个公司还是非常的强劲 缺口来说的话在4.22 还差一丢丢没有补齐 先被蓝色的50均线打压 如果能补齐缺口进一步上攻的话 看到4.6左右 回补缺口的话 如果是走弱的话在3.56左右 缺口的这个下方上方呢 是在3.8左右 黄金今天是下来一点了 因为美金上去了DXY 所以过了104 当美金再次落下来的时候 黄金价格上去的话 应该对这一家公司呢 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影响 我记得他可能做了这一个 记录财报这一边吧 周二 8月29号预期 所以到时候看一下是怎么样 如果有任何的更新的话 我第一时间的去跟大家一起去复盘一下 我可以看到那个MACD这一边呢 是已经是金叉的了 所以整体看来还OK 但是蓝色的均线呢 也就是50均线 是需要金叉200日均线的 不然的话就走的是比较是弱一点 我觉得这里还有一个三角 做一个这个三角的一个突破 我看一下trading view上面是不是有显示这个有没有财报 暂时没有这一个earnings 因为有的时候那个trading view这一边呢 它是会显示这个earnings好 8月也就是2930号这一边吧 所以到时候看一下这个黄金的股票会不会进一步的上钩 好 这一期就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各位粉丝的支持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自己想分析的股票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